世界萬行台 都在臺灣性感慨 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吳平臣 就在他剛才會補三點 我們現在錄影是四點 我問他開了記者會 裡面說到 倒手不讓吃手說太過 但是相手的主人都不在 反正就是五十年的當初來所在 怪我相過信任他 我來請問觀眾 你要信還是不信他 今天我們好好來檢查 好 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 台書台經濟所高修 曲調雄 主持人 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第一位 公民鎮讀國會聯名 這行中 張鳳林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 四代力量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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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我們到處看 瓜文鐵 在這場記者會當中 所說出的四十幾秒 最重要的發言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政治獻金申報的風波 還有 後來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 重創了本人跟台灣民眾黨的 聲譽 形象 也造成各界紛擾 特別是也讓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朋友們 失望 我在這地方還是要表達一個 抱歉 因為這種種的錯誤你知道 我幾經思考你知道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你知道 自動申請調查你知道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你知道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台灣民眾黨 到底還能不能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願景 還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他說他要歡省 到底還可以鎮壓民眾黨部 但是這三個月也要好好反省 我沒有必要來懷疑 我主席說這個月的這個生意 我都相信 他說的月就是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中國記者會當中 是不是可以解釋 而且可以來涉意 大家對民眾黨的懷疑 那一句話說你的一項是不是清楚 裡面說到說 先後修祖有角色 幾乎不可的這個費用過關 但是這個先後修祖角色 是當時角色 是輸後角色 還是現在看起來太大 但是先後修祖角色 就是那一頓是競選的 同團隊的人 難道那一頓是你都不得不甲 最不你也跟我們說 你不得不甲 這個中處裡面 我自己剛才一字一字聽 他在說什麼 實在說 我沒辦法跟我解釋說 我對這個事情會疑問 我不知道 修老師你怎麼看 我想基本上是這樣 他剛才我們在看廊下廊的時候 隔壁也在說 他第一點 他心臨這是一個錯誤 我認為這點他很清楚 要不然他不用度假 他要度假 就是表示這裡面有很多的錯誤 但是這個錯誤是白人的錯誤 還是你自己的錯誤 還是白人 白人也有錯誤 我想他的幹部一定有錯誤 總幹事也好 他的財務長也好 或是在接行的人 可能都各改戰 都有他們本身的錯誤 這不對 但是你的錯誤在哪裡 尤其這幾個 這不是一個案子 他現在有幾個案子 我大概把 中國的效果 我差不多做一個分類 分類 他第一個 他的創合所在 可能在 人家說政治捐獻 政治獻金的部分 這是第一部分 他剛才說的第一部分 是這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在懷疑 你的選舉的波左款 怎麼可以 贏到哪裡去 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可能是以前在做台北市頂的時候 精華案 那是法案 可能會探索貪污罪的問題 他在這裡基本上沒有說 基本上都沒有差不多這部分 另外那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政治獻金 他向監察院申報 這裡有技術的問題 那可以保證 技術問題是保證的問題 但是這裡有違法的問題 他現在都說 那是可能是募告的問題 那間公司的問題 可能是貴價書的問題 都說貴價書 虛部不適 貴價書未完整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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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價書第一要負責嘛 第二可能是財務長 就是他現在說 他高中的黨蔥 李文宗 他要負責 你要負責我 正我實在是 你本身的責任在哪裡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方法 現在這個裡面 因為很多案 不是一個案 這幾個案 合作為 你做一個政黨的負責任 你做一個總統的好酸林 現在又是一個政黨的領袖 你的責任在哪裡 未來三個月頭剛才有說過 未來三個月 他要考慮說 他還可以繼續 領導民眾黨 對我們台灣人民 繼續做什麼 他的貢獻 這是... 我們說一個 這是一個目標 中央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一百天 我很期待說 一百天之後 或是在這一百天裡面 柯P可以很清楚的交代說 整個案裡面 他的策誤是在哪裡 他本身翻證的結構 他犯到什麼的策誤 再來再來說說 老師我討給你看 他說這一次 我要承擔最大的借金 什麼很認的 我承載完全受款醫信來 意思就是說 這是別人的不對 別人的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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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者 寄佛 來請看 只要財務長 遷佛就奉行路 也沒有心者寄佛 寄佛 所以呢 財務長的妹妹 你問官是目科的當事長 在台山是機緣他們哥哥 嚴重競選出入過期 原本想要積極人力 最好變成無感動 我們背後 財政紀律 這到底是財政紀律而已 對 你最不要說這兩例很重要 而已而已 就是說 這都是技術的問題 對我的角度來看這個案 我比較注意的是 因為我想要聽記者會 應該是聽說 我們本來很信心的 是 我們小巢 我就想說 阿伯你講一下 我拜託 我再一次信心 他現在最重要的是信念這兩例 我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你所有的檢討 要跟我們說 你自己錯誤在哪裡 他接到這段時間 我看是所有的錯誤 都是白人的錯誤 我的錯誤 草材只看到輸鹽 沒有過如效果 如果照這個標準 後來總統行政議長 所有的部長會出事情 都說我草材用到人 甚至他都要用到人 他說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公共機關公務人員 口齊口齊 那跟我都無關 很衰 那表示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文質體系出事情 就是說這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開始 我們過去在說人設人設 我覺得最大的 當然就是他自己設定的條件 跟他現在做的事情都不太想 我們常說情理法 情理法 法規對政治人物是最後面 照理說一個政治人物 用法規把你檢討是最後面 老師你說 你覺得這是財政紀律的事情 這樣嗎 這應該這樣說 我們過去在說完全責任 我們說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其實民眾黨跟看文章 我們必須要說這個黨是他創下 所以這次他是當主席 他又是總統的好選人 公開全部都跟他有關 你看其他黨還可以說 他說他是他做主席的 這是他做什麼事情 他現在都全部要來承受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不可以說是四人不明 我們要說 我們選總統是選首長 首長我們會集中一個很重要的檢查點 就是你的領導 領導統一的能力 這就證明你沒有領導統一能力 你可以說我選一個首長出來 選一個我們說官司長出來 出事都說不好意思 我看人看不清楚 這你就要扶正在這陣子嗎 我們現在我覺得曲老師 說是很客氣的 你說你有這陣子 你的政治責任 你的這陣子是清到三個 克老師要給他九十幾天 所以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你們過去 我覺得都說 費力表很好 現在網路有一個好處 大家去調資料都看得對 你看過去官員出事 不管到一檔 我們說起來都一樣 你對那個要求就說你出事 你要下台 你要有這個 你創作現在你剩下的 有什麼民眾黨裡面 沒有 人家有說 我要考慮說 我有適合不適合 繼續領導民眾黨 原來就是他自己可以決定 表示他沒有記者 原來是你可以自己來考慮 我們是第三社裡的小黨 其實看到關門頭這一次 你們的主席路台很多 是是是 還有路台走去民眾黨 對 我們前黨主席是有去民眾黨 我是覺得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力量 是路這樣走過來 實在也是覺得很辛苦 不過我們也是一樣 用很高的標準 來看自己 自己還是這個黨 還反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制度的改革 我們現在在做前幾天 有一個檢討報告 對我們做第二次的衝動 我們希望說可以讓我們支持者 來了解說 我們過去看到洞裡面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來檢討 有說我不對我不對嗎 也有啊 我們就是非常檢討 不過我們看到這次就是說 我們這次的記者會 我剛在聽說 他就是有話說 我們不可以讓第三社裡的這個 撥去 對 不可以撥去 或者是說 你不可以每次的環球 就說不可以讓第三社裡的這個撥去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是要做第三社裡 你要挑脫藍綠嘛 你就是要做出自己一個高道德標準 這個標準的行為嘛 你不可以說 大家都出事就是這樣說 這樣我會想到說 阿伯一句名言 是 本書無分哪 對 所以現在可以說 本書無分哪 我不知道可以這樣說 阿伯名言很多 是 譬如說他選舉的時候說 要選舉要選一個正常的人 現在是他的表現 民眾黨的表現 那不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黨 要是說他的標準 這樣是正常 所以表示說 這個可以左手通右手 右手再回左手 就是正常的 可以拿補助款去買自己要用的 這個辦公室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做的事情 這樣不是說 不是說 我傳播 我傳真 他的記者會裡面說 他說我錢都在那裡 這樣剛好 大家都看到 我都可以感動 這樣 這是沒什麼感動 他都看得到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他的民眾黨 他民眾黨裡面有一個感動 這個事情的方式 你都很害怕 我這樣解釋你 很難聽 這也不是害怕 我說 柯文哲 他現在處理這個事情 剛才老師也有說過 他的資源 對 對 自己要很清楚 他現在說 他的錯誤是因為 他看到需要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很多錢來幫他 繳他的房貸嗎 他需要有現金去買房子嗎 這重點就不是在這裡 重點是你這個政黨 你要有人民投票給你 你有國會有黨團 你的政黨運作是要去監督別人 但是你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是這裡要求這麼低 所以我覺得說 像剛才主持人說的 當然小洞有小洞 他生存的壓力 艱苦 但是問題 一個洞有什麼理想 一個洞要有什麼標準 這不是一個小洞 還是說你是一個很大的政洞 可以改變這個標準 他說 我們說信託也好 不是信託也好 現在看到的 他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 根本就不叫做公益信託 那叫做私益信託 你作出給別人 現在要怎麼處理 又變信託 我覺得這個問題都非常大 柯文哲現在的說法 就是說他現在要改關問題 但是他因為改關問題 就可以跟他正常做的事情 完全都變成合法 不對喔 他錢過來過去 政治獻金 違法歸違法 他現在行人自己創毫 創毫就是違法 他要說他有違法 因為什麼 族金掉來掉去 所以沒有違法嗎 違法你們就能夠援用我嗎 違法就司法 司法體系的 我們司法獨立 我們司法的調查 對不對 他現在開記者會有... 有一個地方說得很清楚 越說越大空嘛 那不是這樣 說... 說...說... 但是我怕說我... 說我違法之後 我就真的會被人抓去扣 那該扣也是要扣 你做不到事情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大家 我們在這社會 我們用這放大鏡 來去檢視執政黨 應該有的責任跟標準 但是柯文哲 他在標準裡的對 我要先跟觀眾朋友說 因為我們這一點鐘的時間很寶貴 我們不是要用一點鐘的時間連 連到吉他台 你如果要看那個連的 你去看吉他台 我們公共電視的節日是要明迫 我們做一個選民跟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如何融合 改變 才會知道你會一處 你如果愛不到人 就是說你要繼續愛下去也可以 但是我要請教蕭老師 老師你也在這個執政府認識過 就你謹慎的觀察 岡主席他的個性 有可能說他在這個收款當中 像他的當中一樣 我可以很負責人說 我百分之百不知道 你問中怎麼說 我沒有意見 我回到我頭都第一次發言的時候 我來講 我把他分作三類 尤其頭都你主持人說 我很贊成 我們不要灑狗血 我們公司不要灑狗血 我們就輸輸 尤其是要論法 現在柯文哲 可能他跟他的董 還在案 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跟法律上有關 比如說精華案 跟警察官已經在做調查 法律的事情 我一想看法律事情 尊重法律 法律沒有拿出 我們沒有看到政府 不可以後面說 說他一定有怎樣 有怎樣 有什麼人又怎樣 那我沒有贊成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政府 那交給手法去處理 第二部分 可能有一些是行政 是管理的技術的問題 譬如說 現在 剛剛黃珊珊說 記者會說 有一個報便當金 報到九十三萬 到二百 一個是九十幾塊 九百塊 九十幾塊 九百塊 一百塊 一百塊 當中的倒點不可以 那邊只要九十幾萬 所以那時候 我聽柯文哲說 那是低級的錯誤 那如果從圓圓 那真的是很低級的錯誤 我們說實在話 圓圓是 但是那個可以補證 是行政上 行政上可以補證 第三種 現在我們頭部有說到 頭部設置有說到 去買房子的錢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選計的補助 那是對對來 那是選霸法 政治現金是政治現金法 你不能用我個人名字拿錢去買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 沒有他沒有說 選舉補助款 是我補助給你好酸林 另外有補助給董 董的錢一票五十塊 那是補助給你董 政董票 那是補助給你政董 對啊但是 你個人不能領 那是政董票而已 但是你補助給我好酸林 我剛才不能用 我一定可以領 我領要怎麼用 沒辦法的問題 那我怎麼也沒辦法 那沒辦法的問題 但是那有什麼 這次資金比較壞 那就是頭部執行長 和您說的 有幾年四年政治責任 我們現在看 我看到我們主辦單位 經理出來 經理得很好 那時候是好酸林 現在是我們的總統 三分之一關東中央 三分之一關東 三分之一要來照共同 年輕人工 另外三分之一要來做公約 OK 他的分配是這樣 海外他的分配是專撥 關給黨中央 黨中央 OK 最後就是我們柯批 現在柯批你裡面 你拿出四勤五萬 走去買房子 你如果這個房子 是用董的名義去買房子 你就是捐給黨 那就是捐出去了 現在不是喔 你現在想你自己的名字 一定你的名字嘛 你太太再走去看 一家我的房子 你... 你... 你要怎麼解釋 這就是政治... 這是一個政治人物 沒有違法 但是難聽 對 不是難聽而已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政治責任 你的隔離是什麼 但是這個錢要怎麼用 你要...你給我... 別人都知道要怎麼用 你不知道要怎麼用 這我覺得很簡單來解釋 這原本比較是這個選技 因為這個人... 我們過去都聽過說 我選一個留意 開幾千萬 選一個議員也開幾千萬 我等一下補一下不可以 所以說我們...我們今天... 我們...我們說坦白蕊 我們要用我說 有的我們說情依法 我特別這樣說 有的是你自己要承擔 對我的這個... 大家對你的看法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人設嘛 我說的最簡單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說我看文教 把我的房子都買了 真的要這樣做 我...我花錢花兩億 我現在我拿四千萬回來買一間房子 你們敢買嗎 我們知道他花這麼多錢了 所以你現在把大家叫你散請 你這樣扔 大家把你出錢出了 然後你拿錢 你把他扣到那裡 選技其實是好賺錢的成立 大家怎麼不可以來扔一下 所以說你就是我現在... 不好意思 老師你那時候選技的時候 怎麼補做法 沒有嗎 那時候剛才開始 後來的錢怎麼用 基本上就是選技用了 因為我們很多選技的時候 很多小的選技的時候沒有那麼多 都是在賺錢出來 其實... 印刷啦 好可憐 但是要... 做選完去買便當的錢 那是當中的 大部分的政黨說 我相信小黨也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的法規是有規定 但是沒有這麼嚴格 我們說的那個 但沒有把你四肢補貼的味道 就是說你如果選一次兩三千萬去選技 坦白說如果一個議員 因為我們說政黨補助跟選技補助不一樣 政黨補助一票五十 選技補助是選技之後 我先說喔 不是有選技的人都會補助 還有要求是你調查買那個人 你要差不多差不多三分之一 你才有補一票三十 你如果是很傲勾才拿一千票 你說我最不可以拿一千票三十塊 沒有 還要領不 所以說你如果這樣算 你就知道說我們正常補助來說 我們議員差不多都 我們不要說其他管制 我們如果說六都票比較多 差不多都一萬多票 我們算兩萬票 當算了 你就兩萬票去選擇三十塊 其實我們要多多少六十萬而已 你一聽就知道說 剩菜啦 你要去買TOYOTA 你要去買TOYOTA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你總統選去票 是要領一萬 你敢有拿兩億出來 你的財產出來算 不然最好那些人家的錢 最好扁你的財產 去買你私人財產 我覺得這個六差 這個官感的問題啦 他本隊他自己 讓我們這個形象有六差 就是說沒有阿伯拿來奔給小草 奔給殺人 他們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設 我覺得這次很多 如果我們在探討 不管是他們能力的問題 他們自己來保管理的問題 甚至對法規的了解 一個要選總統的團隊 連儀瓜會計 財務什麼法規 其實老師剛剛也說客氣 我們寫不對 我們可以理解錯誤 我們要問的是說 你如果當初寫不對 把一百多元到九百多元的便當 變九十幾萬 我們要問的是八十幾萬 誰領去 你對會計的概念 就是你有可能寫不對嗎 有可能啦 但你的會計是 八千都打不上啊 你的會計 真的就是六九十萬嗎 你明明是花九百塊到一百塊的人 你九十萬你存在 沒有啦 這可能都是輸後 這寫作文 這樣就標示 他的財務管理 亂七八糟 這個領力我們的挑戰 你看陳八糟有什麼我說 他們的敏感度都沒有 陳八糟他在說幾句話 他說我們希望買房子 讓我的孩子這麼帶就沒有 那小巢都跳樓去刺刺刺 多少那種災難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意思是說 他們聽到那個落差的 很震盪的 他們對他們說 他們是自己在打拼 在賺錢 他還欠錢 他還幫你支持 結果既然你們家的三關 我們原本是北部的買好處 來扁扁來當媳婦 我是小巢 我打拼的 我是傻的 我花錢給你贊助 讓你去娶媳婦 大家聽到心肝頭 很奇怪 所以這是我說 有的我們坦白說 可能沒有犯法 但是有的犯法是精華成這樣 這些案 有的是他自己的設定跟觀感 跟他的這個落差太大 但是 我說一個稍微故事 大家一定都會記 我們在台灣很多人都會記 旁邊 他們女兒 陳姓宜秀教 有一次媒體在訪問 他很想去 他說民進黨你們這裡 倒數人沒拿到 我們老爸的錢 有嗎 大家記得 記得這條好不好 其實他在說 就是我們現在在說的 不管是補助款也好 還是政治獻金也好 他那個是大水庫 但這邊可能 他會引發 就是錢都流來我這裡 是我的名字他沒錯 但是後來 年輕人要選 什麼人要選 選去 大家都知道選去要用錢 很多很優秀的人知道 他沒有錢 阿扁說我拿錢給你 有一些派的 他也說我拿錢給你 阿扁他也沒有開銀行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進度就要來 他就是這個大水庫 所以阿扁他的政治獻金也好 還是補助款 他是這樣在用的 阿扁 他不管怎麼說 阿扁當初這個警告不必要 都開出去 都開在雙記裡面 雖然說他沒有關頭 全沒關頭 但基本上 他是這樣把它開出去 現在看到問題是 你怎麼會用你自己的名字去買房子 你如果說 因為東部需要辦公空間 有時候有嗎 有時候 你怎麼可能有錢 去買一間辦公室 尤其是台北市 他那就是台北市的中政區 是啊 那是很貴的 八十多萬 一百萬 想要買一個地方 給董來做辦公廳 這合力 但是你怎麼會用你自己的名字呢 你如果用董的名字去買 沒什麼事 比較衰開 也沒什麼事 很合理 但是你怎麼用你自己的名字 特別用董的名字 都用租的啦 不會說用買的 這大家都可以想到說開桌開桌 但是我實在真好奇 就是說 董主席大家裡面在想什麼 是按照這個動機是想什麼 因為我們在說 董主席說你是壞人 像王夢串寒 他到最好買一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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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放起來 豐富董主席 但是他最好買一廟 之前他都搭到很正常 怎麼這樣 但是都不是啊 有很多行 很多行 說話走不起來 有的人說 奇怪 他的申報那錢 那現金裡面 還有的還有白白白這個銀行 會完全出來 但是 你這個就沒有 沒有政治現金定期 你也沒有這個銀行 你也沒有這個口座 請問這個錢怎麼來 那如果想就是 我實在覺得裡面很欺負 但是我要問說 烏鴦 你自己也選擇過 你那錢怎麼用 你說選擇的補走款 你說有沒有補走款 有 對 這就是 我就是選擇到那個標準 那個規定 所以我領到補走款 有大家的問號 有大家的這個問號 有幫你補走 對 補走之後 你像我剛才老師說的 快去互看 對 因為那時候也是 有人說 就是說可以 有些人的 這樣 我們只有一些自尊 這樣 就是起來 就是選擇 然後就是起來 現人這樣 你們黨的這個規範是什麼 就是你們選擇的人 那不是說 像民眾黨 怎麼寫到這樣 三分之一 要割黨 三分之一 要割候選擇 就是說 我們黨的就是說 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就是說 我是要 回來說 說割不到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總統後選擇 他今天是 總統後選擇 是誰推薦的 是政黨 其實有一個 政黨是誰支持 就是靈命支持 有一個政黨的政典 有政典的政令 其實要回來面對我們的選民 對 所以今天 他應該就是 這個補走款 一來的時候 就是應該要 應該就是割 可能白後選擇 這樣 一樣 回來就是不就是做公益 不就是回來 回來的 裡面輸用 不是說 自己可以拿來 四千三百萬 這樣拿來買房 其實我自己也是 台北做房子 我聽到實在是 覺得說 就是沒辦法 我們自己也是 要跟人一樣打拼 買一間房子 信賴也是 覺得不爽快 所以我覺得說 做一個第三四日 跟我剛才說的 你就是要有一個 自己有一個標準 就是要自己 給社會的朋友來看 說你可以做到多少標準 這樣才是比較實 你說到這個 因為剛才已經 流流燒燒燒都說到 是 應不應該有這個公費的選計 是 稍後你想一下 讓你來講 但是王老師 你敢有認為說 這件事 他的選計是這樣 因為在我看來 他現在已經把所有技術性的東西 都說完了 就是我的當中 做拍檔 我相信他 我照料 而且我先腦袖 我們會去保證 我們會去 中心去申部 繼續 沒有了 這樣可以 你可以接受嗎 問題是 現在所有的人 不是要聽這個 剛才老師說 不管說這是技術問題 當然從技術問題 看他出來說 阿伯他處理事情 就是先送給別人 我現在是我用不到人 是別人不對 所以他現在都沒有時刻 都說 他過去是什麼 有什麼小草的性靈味 有什麼民眾黨的人 會性靈味 說他出來選總統 這個情義就是因為性靈味 才會出來 有什麼人要關錢 現在我們剛才說到 買房也好 還是說木科 在這個中間肖像權 等等這些問題 看起來柯文哲 心目中的境地是什麼 心目中的境地是印門生意 一個做行李 有什麼 分配制 地方黨部可以分論 這就是生意的概念 現在 把我的肖像權 現在 也超越藍綠 哪有一個政治人物 要選舉 還要買肖像權 有人要替你曝光 這樣很好 拜託別人可以替我曝光 怎麼還要拿我的肖像權 還授權給別人 這真的是創下一個先例 過去應該沒什麼人說 我用我的肖像權 我要雙計 我用我的肖像權 拿出來買 拿出來說增加他 外國有這個 沒有 外國有啦 台灣是沒有啦 台灣當然 你現在 你肖像要選舉 當然你盡量讓我 你也不是做藝人 你也會說藝人 要代言 當然你有肖像權 但是你政治人物 你要選你自己的選舉 你要獲得政治權利 我的想法是說 你可以賠 但是你賠到 你現在又說 你不可太極太高 所以那都是事後嘛 這才是問題 你看你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 他說的 你都不知道 你剛才這麼說 他說的事情都是事後嘛 我事後要怎麼處理嘛 但是你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然是在這裡嘛 大家好奇的所在就是說 為什麼你當初會這樣處理事情 為什麼你會拿你的保障 去買自己的辦公室 為什麼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當然現在說 我要性推 是現在我要這樣處理啊 而且 現在這個你買這個辦公室 現在還負責人 還負責金呢 一百八十五萬用買的呢 現在拜託 現在在房... 很多人...少年人現在... 但是他們是放現金去耶 是啊 現在房...房地產高價成... 高價成這樣子 很多少年人沒辦法買租 還要去貸款 還不一定貸到款喔 你現在可以拿四千幾萬的現金去買一個辦公室 應該是... 不一定喔 因為那個地方可以做商用 有問題 我做那個客室中心 是... 我們要說 他處理這個個人辦公室的事情 進行補助款 起來繳移房貸 還精華成容積率的問題 這就是柯文哲的居住正義 但是...我好奇 我問這個問題 這樣子講 我還是不太... 我沒有什麼同意啦 我們不要把一些問題都拿出來 我們一項一項來檢討 你精華成的事情 有費法... 我剛才有說過嘛 可能有... 沒有啦 醫師今天把他分開 他沒有說... 那是... 那是... 政治捐款的部分 也一樣 這裏面也可能有... 可能有... 法律的問題 所以說... 現在沒有靠到... 法律中協調查... 可能也是有法律的問題 也是有技術的問題啦 也是有啦 最後的... 我們今天有討論 我覺得問題... 我們最大的就是...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你怎麼想到... 想到說... 用你個人的名字 名字要去買房產 這是...這是... 這是政治接近的問題 這不是法律問題 這個是... 淨政治責任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想 像剛才說... 肖像權的事情 這我多少不知道 我就是... 對到... 說... 說的事情 我沒有定義得很清楚 因為我天下為公 我台公務司 所以我做的事情都公開 所以... 我買跟白人買都一樣 我一碗沒有把它換去 如果真的這樣想 這就是有問題了嘛 你如果真的這樣想 我的看法 你最少... 你都沒有了解我的心... 你用董的名字去買這些東西 沒有人會跟你說話 因為這不是你的的嘛 你用董的名字 你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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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做一百年 當主席... 我割了... 我這想不到 你會關用我嗎 今天也是有關用 沒有... 也有... 這不是... 不是... 我如果是... 講到... 像剛才老師你這樣說的 我...我... 我...我... 你會關用我嗎 我這樣說 因為我跟... 他有合作過 我跟... 我跟他有交情 所以我說的不算 你要問他剛才說 老師你不一定關用我嗎 那現在是小草的事情 現在是... 我說實際上 就是站在... 今天我... 我...我... 我面對柯批 我也是這樣說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政治信任感破產 其實這... 他最大的問題是信賴台灣 其實這... 這... 小草對你的信任感不一樣 這其實已經有答案 我看很多民調 我相信是一定有的準確 你說選舉之前 可能會... 頭頭的條證 現在我相信的準確 是比較準 所以你現在看所有民調 開始民眾黨的支持率就下來了 所以說... 不用擔任沒有 走去就表示沒有擔任 但我如果說不對 我拜託他可能又回來了 這兩個會輸 原本你反而有這個法規的信任 你還是要扶 政理的信任 反正你沒有選舉 就沒有信任 我們說政治責任 說的 不要做我最大的 現在你的問題是 你還有沒有政治生命可以延續 你還可以有做這個總統夢 我覺得這最大的問題是 剛才我們聽起來 是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過去當然 這拉開話題 我們有時候在批判中國... 中公... 阿強啊 這最大的問題是 感覺說這天哪 是我打下來的 我就動最大的 什麼都是我 以黨再領政 柯文座的方向也是 我們這樣聽起來 這個事情全部 叫做柯仲黨 其實不是叫民眾黨 就是柯仲黨 因為這個民眾黨 如果沒有我 你們有在這裡 可以吃比較清 所以你們的東西 就是我的東西 我現在打下來的東西 就是都我的 所以他都沒有那個民感度 感覺說這不一樣 你自己的跟公共的 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最大的問題 他在這過程當中 是我們可以說 我們推論 我們評論來預測說 他真的把它變成是科天下 科仲黨 這應該是我覺得 現在最大的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 如果整期改造公會選舉 還不可以來 某種程度減輕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大方向 我們過去 我們國民黨都國會聯名秀 這樣拿 當然我必須要說 總統有選舉 管制頂的層次跟議員 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我說我們議員這個部分 我們這三十塊的這個補助 我們開始覺得說 他現在網路時代 我們看到公報 你如果有選舉 都知道 他跟你要求你 可以寫多少錢 因為這是很多 你不可以說 幫我寫五本 我是要怎麼印給他 但是網路可以嗎 你如果有本書 你就寫十萬年 你如果今天寫 我就卡在那裡 民眾看不看 他去做選舉 其實現在怎麼 我們可以在選舉 你後面不用補助 你把後面補助的錢 拿來頭上 你公開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掛你的看板 掛你的記憶 你基盤規定這個辯論 或是發表會 你把這個網站做好 當然你的紙本 有什麼數位落差 紙本那是可以有 但你存錢 可以拿這個網站做好 鼓勵大家去看網站 我知道這是理想 但是我們原本 就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現在的補助 有一種奇怪 有人會說法 那就是比賽 由於選三名 他可以表現他很厲害 結果他起來之後 獎品是送他的游泳圈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他後面會做議員 有錢可以贏 還可以贏助你 結果你補給他 要補不先補後面那種 你再繼續努力 你插一筆 那不是 因為你如果既得利益 酸掉的人 你是可以未來 再拿到我們國家 給他做的錢 你如果不是去補 要插一筆的人 補更多給他 所以我說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說到 後面補助的錢 改變 沒有我們現在的選舉補助款 延伸的事情很多 你怎麼會記得 我們很多議員 選到錢而已 補作款之後 就開始要選立委 大家都說 把錢賺出來 我們當初花這麼多錢 還有的 還有海人要補算 我們又不是要賺出來 你還要出補算的錢 因為如果議員做立委之後 所以政党你的主張是說 不要公費選舉 要公費選舉 但是不要 我們現在選舉30塊的 其實可以是不用補助 因為我覺得政党補助 這個事情 以我們的觀點 政党補助 還是政党補助50塊的意義 當然怎麼做 我們可以調整 但是選票30塊的補助 坦白說那意義比較不大 你電腦應該在後面 要給錢公費的頭 全給大家做選擇 但是譬如說你把我設網站 這個車頭 扛棒給我設入 有的人也是覺得說 他比較厲害 他比較大 所以他的博工比較多 我就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台灣選民的 我們的選中 我們常說台灣民主是有進步 你說現在我們的選 我們的選務機關 我們做票這個事情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這個紀錄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很假 因為我們的選務機關 這個公務人員 你要說他偏哪一個顏色 我覺得是沒有 但你說買票這個事情 開始一直都有 表示我們台灣民眾 現在自由意志在投票 過去我們跟國外的團體 有在說 他們投不到 人家的原因是 我們的資訊不夠公開 有時候我們笑笑說沒有了 我們都知道 他是黑頭 知道他們家裡在做什麼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資訊不夠透明 再投不到 而且很透明 大家還是願意投 台灣有很多民主要來合適 所以我們不要看 看文章 他當然現在頭在摸在燒 如果我們比較六關 看台灣的民主 這就是很好的案例 讓我們大家來合適 也讓其他政策 未來要輸可 未來他剛才這種事情 他要怎麼來做選項 你怎麼會贊成說 整個公費來選舉 我不是覺得要公費選舉 但是像政策這樣說 沒有 我不是給你一票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公費選舉 我們看到就是 裡面就是有很多 帶我自己選議員 自己選議員 自己選議員 工廣 有一些議員 他掛幾百名 我可能掛不到幾十名 這樣而已 還有就是宣傳單 這樣掛下去 還有很多 我們沒辦法做的開銷 這其實是一個金款 這如果沒辦法補助你 要怎麼用 這我感覺就是要回來說 我們的選舉的制度 要怎麼改善 你像日本 對不對 日本就是說 我們就是他的海報 他的這個民 就是要搭在整個地方 有一個規定 不是說你有多少錢 你可以搭在 搭在哪裡 搭到幾百名都是 這是大家有一個 齊頭式的平等 做會在這個 最起碼的 對 有一個選 做會在裡面 由政府開始競爭 不是說你有一千萬 你就賺很多 你可能十萬塊 你五萬塊 你就這樣揚揚 你就沒辦法跟別人拚了 所以我現在在選舉的時候 面對很多都是在地的 色力 大家都很有錢 不過我一個 買三十歲的年輕人 怎麼可能有這些秩序 這些秩序 這些財產 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要靠 我只好靠大家一個 小小的關起來 就是欠不欠用 我就帶大家這樣做很多事情 對 我說一個笑話 大家 我們說 收藏的人 如果選舉 抽籤很重要 為什麼 你說十的人選舉 你會知道 抽到最九號都可以 為什麼 大家看機子 有一號 二號 三號 五號是怎樣 但是知道有五號 你比較衰十的人選舉 收藏拿到十個 大家會叫九的人選舉 譬如拿出來說 怎麼有十個 因為他沒有錢 他去做選舉 這都是現在的選舉 開始有些問題 是 阿國老師 你的主張 當然我覺得 建立一個公會的選舉方向 這是需要這樣 因為對收藏來說 是一個公平的機會 剛才說到 這個日本 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問一個好選人 你要帶你的米辣 或是要帶你的米辣 廣告的文宣 那不是說只有限定地方 大小規格 有規定 再來你要宣傳 你不要去宣講 你宣傳的場地 要有一定的限制規定 不是說我現在這條都包下來 這條都我的 這樣 不可以這樣 所以這可以去考慮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公會要用到 要需要每一個候選人 都有一個公平的機會 這個公平的機會 不可以說你現在有錢 我現在機子就插 我這樣 或是說我的廣告就做越多 我覺得說要有一個限制 但是遊戲規則 跟環境要限制 透過限制再處理公費 這樣才可以達到對小黨 在選舉過程當中的保障 但是現在你如果說 後面譬如說一個政黨要發展 他要怎樣去行政 或是拿補助款來行政 我覺得也是不可能說 補助款就要給一個政黨 給我好 因為政黨他還需要其他的不同 但是你譬如說還有一個黨 叫做歐巴桑 是小市民參政聯盟 他就說我三趴 我就想沒有人家補助一下 安全都安全 這也是有但沒有意見 對 但是問題是說很多小黨 連三趴都沒有 沒有啦 你如果連三趴都沒有 對 這次我們 第一頂邊的選舉 第二十個的選舉 我們的親民黨跟基進黨 雖然沒有拿到十次 但他們都過三趴 他們都一年有兩三千萬 兩千多萬的補助 這次我們離婦 離婦年比較特別 就是除了三的政黨 他們有吃過五趴 有補助款 沒有任何政黨超過三趴 連實力也差 所以你沒有這三趴 你就沒有這個補助款 一開始你的遊戲規則 沒有說便宜的時候 你後面也沒辦法拿到補助款 如果是要健康成長 老師 你會想什麼 我個人對 是不是差不多2.5% 我們就補一下 我說一下 實在 那都是技術的問題 公費選舉 在理想上面來說 是很好 尤其是對小黨 原因是有比較好 但是做得到 做不夠 完全做不夠 可以這樣說 因為美國的最高法院 大法官會議 有做一個改稅 政治捐款 是人民的政治權利之一 所以譬如說 現在鳳林就在選 他是好選人 我們法律最多 可以反正說 什麼事情你可以做 什麼事情你好選的人 你不可以做 但是你沒辦法限制我 我是選民 我要錢錢 我現在花錢 去買一個說 就剛才說那個機子 所以老師 我去買一百民 我拿他擦 我擦 我擦到我的什麼名字 某某區 某某某 我要錢錢這樣 跟我們管兩條一樣 是 我下去做 你可以說多少 這是我的政治自由 這不是我說 這是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 他說這是政治 所以大家 對美國政治有所要了解 你可以看他們很多功格 後面有些PAC PAC是什麼 政治行動委員會 政治行動委員會 就是我們支持 我們這裡有多少 我們現在冠冠 我們有十萬塊美金 對我們台灣 如果是叫做後面 我這裡有十萬美金 他這次選去 你法律怎麼可以 你沒辦法 你也可以 補充一下 我應該說 全世界政治 美國有美國的作法 美國也去配合金錢選舉 在歐洲很多國家 其實要是營養的方法 都有選舉的 選舉經費上線的要求 我們台灣也有 但是我們沒有法則 超過 比如說 這好像說 我們要比誰可以用五百塊 上京跟高雄 有一個人就高票票 買了就過去 就說他違規 不可以五百 我們的裁判主說 對 你違規 不過你也是第一名 我幫你判五百塊 我就可以判一千塊 兩千塊 所以 但是 還是有一些還有很多 我覺得這是理想 就是我知道 不容易來做到 但是美國 那個總統選舉的 那個金錢選舉 跟我們說到 很多國家 因為對他選舉 有很多 政府也有一種說 沒有這樣 我的這個區域的食肆 我每一個區域 都有這個不分區域 給你政黨來拿名 那種比較好的 人材比較好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台灣這是一個機會 大家好好來討論 要怎麼選舉 我說一個 歐洲很有趣 我們經常不是有一個 性別比例的保障 歐洲有一次 他們選舉很有趣 那個國家的做法 就是要男女搭檔來選舉 結果一定是各五十 當然最好我相信 那是試驗 就是我相信 這不可能 但是不管 我覺得他們對這個民主的實驗 是很勇敢 我說這個事情 應該是說 我們頭過這個議題 剛剛這樣說 我們怎麼有意義 應該說都有可能 當然都不好做 但是我們要怎麼 跟公平走 我們當然希望台灣走出 我們自己民主制度的方法 不然你們自己收到 你們有什麼主張 你說對我們這個 補助的方法 是啊 我們是覺得說 就是 對我們的政黨這個 這個 我是希望說 可以來抗 抗抗那個門檻 這樣 一%就可以補助 最好 對 現在到三%嘛 現在規定要三% 其實 國外很多規定都是一% 還有 還有可能 0.5% 就可以 可以拿到那個補助 其實這樣可以支持我們政黨 因為我們台灣有很多聲音 不可以說 讓這個門檻變成州際 再聲音 可以進來 進來國會 這相對的管理 跟這個議務 有過期有記載 或是有這個通常 一般的漢字 怎麼說 譬如說 你要變成一% OK啊 但是你在用錢 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要過價值 你不可以找 你就要找 找什麼人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這樣 就是這次 關門檻 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裡面做小 因為你剛才這樣說 是 哇 很多洞都可以拿 是 你再說 就是說我那時候 出事的時候 關門檻出事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種目 做小 它就是蟋子要漏下去了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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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沒辦法想看 他說 為什麼他可以做小做到這樣 實在很狠 所以... 我是覺得說 這個... 除了就是法律的規定 你要進修後 你就是自己... 你也是要做到... 不論是對... 對內部 也是對外部 也是要公開透明 這樣 你出國問題 以前在選市場的時候 他有即時申報 他的... 這個... 這個... 政治現金 不是嗎 所以這是做得到的... 方向 主席 那時候是有做到啦 科學理性 不適 我也... 我也... 我...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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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這個... 政治上... 或是說... 雙票... 這個... 因為降低 對修東來發... 來發展來講是好的啦 但是也是要有一個... 剛才主持人說的 要有一個監督機制 譬如說他黨內才有監督機制 自我監督機制 這...這也有一個條件 當然這... 我們現在不是這個方法嘛 要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我們要有這個... 可能要開放來做思考 但是我也... 要講喔 現在講的小黨 不包括民眾黨 民眾黨不是小黨 不是小黨 他過五趴 他有八色...八色的國立委 他是有實質政治影響力 跟我們講的一般的小黨 譬如說現在實在力量 也是...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不能混淆說 因為他民眾黨對藍綠中間來看的話 他是個小黨的概念去討論這件事 當然阿伯發生事情 柯文哲這件事 當然這是我們未來 每一個政治人物 要處理政治台 還是說要成立政黨 要去宿客的地方 當然他對... 不管是各種型態政黨 譬如說時代力量也好 對國民黨民進黨也好 都一樣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警示效果 你一個政治人物 你把... 神格法這麼高 一天要砰來 就是你的代價 就是這樣 現在當然還沒有到時候 實質的證據到違法邊緣 到違法的狀態 但是已經在邊緣了 後禮拜可能有很多事情出來 我們看這局看了很久 看整個月了 但是問題是說 那看起來 一個政黨 他在發展五年而已 也是一個小黨 這樣起身 五年之內 馬上變成這樣子 這可能我們民主的發展 剛才老師有說到 我們民主的發展 當然我們有很多 要合適的地方 老師 很有他過去的勞動書 你有什麼話要說 莫忘初心 他常常在說這句話 現在想想你自己去看看 你這次的做法 頭剛才說得很好 你這次的做法 跟你二孔一數年 第一次選舉定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處理 政治獻金的效果 這次的做法